你好 我是陈凤馨 很高兴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 看法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今天我们理论上来讲 当然应该要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开始说起 台积电的强劲走势 让很多人都惊呆了 它的法说会真的这么好吗 我的初步的答案是 当然很好 但是我们从过去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美国股市或者台北股市的一些走势 它预告了一件事情 2024年将会是一个拔河年 什么跟什么的拔河呢 第一个是降息预期可能太过乐观 然后以及有流动性危机的可能性 这个负面消息 然后跟科技带动成长 这个正面消息的拔河 所以一旦市场的重心点放在 降息可能不如预期 然后所以整个的金融宽松的幅度 可能不如预期 或者有流动性危机的时候 市场当然修正的幅度会非常的大 而科技这一边呢 它确实是有一些基础基本面的一些成长 是已经看得到的 你从台积电的法说会当中呢 至少台积电释放出了一个极乐观的情绪 那这两种拔河 它就会在市场上不断的角逐来角逐去 那当然我们可能看到最后的总结果会是波动 可是呢我必须要说 它所预示的就是 金融股可能没有办法表现得太好 而科技股可能今年仍旧是主轴中的主轴 所以科技仍旧强 而金融恐怕没有办法这么的强 这个会是一个大的一个脉络 只是呢 情绪上面是朝向着降息预期的落空 或者朝向科技的成长 我们先从台积电的成绩单开始说起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获利是微幅的衰退 可是呢整体来说 其多比预期要来得好很多 2023年那么台积电的整体营收啦 获利啦都是衰退的 可是呢市场仍旧给它按了好多好多的赞 在2024年呢台积电的预测是 整体的半导体会成长10% 所以看起来半导体业 应该从2022年2023年的谷底开始 有点翻扬的迹象了 更重要的是台积电 它自己对于自己本身的成长预测 成长21%到26% 而且从结构来看的话呢 它的先进制程包括了3奈米 5奈米7奈米 这三个呢很重要的先进制程当中呢 到目前为止 台积电呢在全世界人是独占凹头 虽然不敢说百分之百 但是呢都极高的比例 所以台积电可以夸下海口说 所有要运用3奈米运用的 除了一家 那么其他通通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就可以看出来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上面的成绩单 所以它不但营收表现会好 而且它的毛利率呢 应该还不至于受到压力 所以毛利率呢仍旧可以维持在52%到54%的高毛利率 它做100块钱的生意 可以赚52到54块 你就知道说呢 它在先进制程上面的独占凹头 对它的获利能力呢 有多大的帮助 当然这也意味着就是它在其他的成熟制程 除了一些特殊应用之外呢 那么成熟制程可能碰到的是大陆啦 还有全世界的这一些晶圆厂的一些竞争 可能在成熟制程上面呢 今年还是一个高度竞争年 可是至少台积电拥有先进制程这件事情呢 其实成为它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营收获利成长 非常重要的保障 好 台积电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呢 其实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它为什么成为科技业当中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今年以来 其实不是只有台积电的股价大涨而已 那包括了像NVIDIA 连续性的不但的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AMD超微的股价也往上涨 微软超过了苹果 成为全球的市值王 它其实背后都说明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人工智慧啊 人工智慧 它真的是全世界科技股很重要的救星呢 但是这个人工智慧 我们在过去来看的话呢 它主要获利的来源 其实像NVIDIA 它是提供军备竞赛的武器的这一些 这个AI运用 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晶片的 AMD也是 然后所以他们获利非常的高 那么微软呢 它因为投资了OpenAI 而且把OpenAI的很多的生成式AI的运用呢 运用到了微软自己本身 它可能在它的这一些浏览器啦 相关的这一些这个运用上面呢 作为很重要的精进的来源 而且也确实企业界买单 所以企业界呢 愿意让微软的运用上面呢 那么愿意订阅啦 或者付费的方式呢 来使用 所以呢 微软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获利非常的多 那其他的厂商呢 那不管你做伺服器的也好 或者你是其他的这些硬体设备 真的能够获利吗 这就是现在科技业呢 最重要的一个故事的方向 就是边缘运算 就到了我们最终端的这一个装置 我们过去在讲人工智慧的时候呢 重心点都是放在各个企业 一定要在他们的伺服器上面 运用AI伺服器 然后呢可以提供人工智慧的运算 所以呢 这个我称之为叫做军备竞赛 而军备竞赛的时候呢 所有的硬体厂商 在台湾的相关伺服器厂商 都会获利非常的多 可到了去年下半年 有一个新的故事 这是从英特尔开始呢 推出来的就是AIPC 或者是AIMB 或者是AI手机 好anyway 就你听到AIPC几个这种简称 可能会觉得头都昏掉了 简单的来说 就是呢 我们消费者 所能够运用到的这一些终端的产品 不管它是个人电脑 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手机 有没有可能成为人工智慧运算 最重要的商品 其实坦白说 我们现在的手机 大概都有一些 可以人工运算的部分 不管是语音的助理的部分 或者是包括了比如说修图软体 这一些其实它都算是某种程度的人工运算 但是呢 这个人工运算在终端产品的运用 有没有到杀手机 可以让大家为了这些杀手机的运用 我非要换一只手机不可 为了这个杀手机的运用 我非要换一台笔记型电脑 换一台这个个人电脑不可 这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点 那么我要现在有没有这个杀手机的运用 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说有 但至少就电子业而言 对这部分的运用是非常看好的 那因为他们非常看好 所以呢就觉得今年有机会 在这方面的需求出现大爆发 好 其实本来今年电子业 就是在这些终端产品上面 都有机会摆脱谷底 不管是个人电脑 或者是这个NB 就是笔记型电脑 或者是这一些这个手机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其实呢我们在疫情这一段期间 那么2020年2021年2022年 因为呢远端的 不管是上班啦教学啦的需求 所以呢所有人的这一些相关装置呢 都出现了一波大的换机 那这些大的换机呢 使得在2022年的下半年 一直到2023年 使得很多人都不需要在这个时候来换机 所以不管是手机 或者笔电 或者个人电脑 去年都是大衰退的 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终端需求 其实并没有出现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那大家手上有很多的库存 所以在去库存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更使得我们最后的这一些台湾的 这些相关产商呢 他们的出口啦 或者他们的订单 都大幅度的下滑 但是理论上来讲 经过了两年的 一年半的修正之后 去年底已经看到 去库存去的差不多了 那今年有机会 如果终端需求出现了成长 然后呢 去库存呢 又已经去库存的差不多了 这个情况之下 今年的需求 理论上是应该要成长的 所以我们其实本来就已经看到 不管是NB也好 PC也好 或者手机也好 我们看到各个的这个顾问公司 他们都认为 今年有机会从衰退转为成长 所以那个就是从谷底翻扬的需求 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是自然的景气循环 但如果 我先讲如果 如果AIPC AIMB AI手机 真的消费者买单的话 那需求那就真的是大爆发了 我们现在短期来看 我觉得我们先至少可以确定 那一个景气循环的需求 那从谷底翻扬 这个存在 存在 那至于说 有没有一个大爆发 现在梦在这个地方 大家先买单 可是呢 实际上面到最后 消费者的终端需求 有没有出现 那我建议大家就可以用 逛街投资法 就是这些产品真的出来了之后 你看看市场上到底 有没有因此使得消费者 希望能够换机 如果真的看到强烈的换机槽 那就会还有大涨的一波 如果没有看到那个换机槽的话 那对不起 可能那个预期又会出现修正 但无论如何 至少在第一季 其实这一部分的需求 是可以看得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台积电的法说会呢 当他说 他的全年的营收成长 可以超过20%的时候 市场会如此的兴奋 因为觉得呢 不但是他今年的成长可预期 获利可预期 可能还有这个外溢效益 这个是属于台积电的法说会当中 所看到的科技的机会 真正的科技成长所带动的机会存在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今年呢 也必须要注意那一个 降息预期 过于乐观 要回归现实所产生的修正 去年11月12月开始的那一个 大幅度的 不管是股市的大涨 然后呢 美元指数的快速滑落 然后公债子率的快速滑落 他都回应了一件事情 就是市场太乐观了 觉得呢 今年3月 联准会就要降息了 而且呢 不只是降3码 还要降5码 6码 甚至于有更多的这个预期出现 这个部分的预期 现在看起来 已经越来越趋向于要向现实妥协 那就是联准会真的不太可能 在3月就降息 最可能的时间点也许要到5 6月 甚至于可能有人认为要到第三季 但不管它是5月降息 6月降息 或者是9月降息 如果3月不降息 它就是回到我们今年年初以来的那个修正 如果没有那么快降息 好像公债殖利率不应该降这么多 好像美元不应该贬那么多 那新台币就不应该升这么多 所以新台币的贬值 然后美国公债殖利率回到了4.1% 然后呢 以及美元指数呢 开始又回到了103% 其实它反映的都是 降息过度乐观的预期 回归现实的修正 而这个修正的背后呢 还必须要去注意的是 万一联准会还真的那么快降息 其实这背后还让人担心 它是不是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就这个降息的原因真的还是很重要 这降息的原因是预防性降息 那没问题 股票会随着降息而上涨 如果它是为了因应危机的降息 那对不起 它就比较是2000年 或者2008年的降息 那那个时候的降息 其实是因应危机的 那危机的真实面 终究会让市场必须要往下修正 所以如果它是预防性降息 它就比较像是1995年 1996年的美国股市 然后呢 以及2018年的美国股市 那如果它是2000年跟2008年 灾难出现的因应降息的话 那就会是像2000年2008年 所以要去理解这背后的原因 还有终究你降息过于乐观的情况之下 所恢复的修正 这个时候它算是一个利空因素 科技的成长势力多 那么金融的过度乐观是一个利空 所以利多跟利空的拔河 它对于大盘的影响 就会形成一个大波动 也许不会有太大范围的一个大成长 或者是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这个波动的一个区间 也许存在在那地方 但整体来说 金融相对弱 而科技相对强 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只不过当你看到科技股大涨的时候 你再去追它 终究是危险的 有短套的风险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一向比较主张就是 看好一个大的趋势 定期定额 可能远比你在看到涨的时候 就很乐观的去追 然后跌的时候就很悲观的说 那我赶快卖出 要好的太多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台积电的法说会到底在涨什么 那前一阵子又在跌什么 它反映的可能是至少 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重要趋势 很高兴在中午的时候 跟大家聊聊天 谈一谈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我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那么不要忘了 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再见咯 拜拜 我是陈奥隆 我来带风向 我是陈奥馨 我来跟风向 现在最重要的风向 就是要订阅YahooTV YahooTV是研究机构评见 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评论频道 风向龙奉沛在YahooTV 记得按下订阅键